有啊 所以給他安全之吻 你又不行 對啊 這樣不行啊 這才是最好離婚的藉口耶 安全之吻 就等於安慰之吻 對啊 我們先讓小明平衡一點好不好 好 那張立東妳就跟他安全之吻 好膽 換一個 欸 換一個 換一個 我就換一個 華大 妳在那裡有肌肉的嘛 對啊 肌肉 沒有反差了嘛 肌肉 還怕大眼什麼的 對啊 欸 弄 弄 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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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笑啊 你不是人家是公正的嗎 不過人家講的是實話啊 叫你媽來啊 好 我回去 我回去 叫你媽來 出國不給老公圈 那是他寫公正的 他寫什麼呢 沒有啊 其實他還蠻掃興的 因為他就常常我又跟他講說 夏威夷好像很好玩 你帶我去 他就說 喔 好啊 可是你知道嗎 我以前去過三次而已耶 可是你知道夏威夷這種地方 就是 因為他比我年長很多 所以他戀愛經驗也比我多得多 那要去夏威夷這種地方 一定就不是跟男生去夏威夷啊 他一定是跟另外一個甜蜜的那種回憶嘛 他就你知道嗎 我去過夏威夷耶 你知道那個飯店嗎 就是什麼什麼海灘上 都是什麼脫光的美女 還是什麼鬼的 那你就是這樣講的時候 你還想要去嗎 你就不太想要跟他去啊 所以他只講夏威夷 別地方沒講 也是啊 日本也是啊 我說那我要去日本 他就說 日本都是偷光的在街上 沒有啊 什麼偷光在街上啊 哪裡啊 就是你講任何一個地方 他好像又有點想要炫耀 可是又有點很掃興 他講什麼地方 他就說我去過啦 你知道我當初去的時候 是怎樣怎樣怎樣嘛 我就覺得好啊 你什麼地方都去過啦 那你跟我都沒有新鮮感啊 這問題就出現了 你要給阿靖喝酒 他就會健忘 他就忘記了 對不對 他就會跟你說好我們去 給他喝一點 我跟兒子去啦 喔 你跟兒子去夏威夷 那你跟兒子去不帶他 也不讓他喝酒 也不讓 就每天face time 那他如果這樣講 如果說你們到了夏威夷 他可以喝一杯嗎 可以啊 可是不准再跟我提過 他去過那個地方 喔 這是重點 所以夏威夷就這樣 哇 這是哪裡啊 對啊 你要裝一下 天啊 對啊 你要裝一下那個新鮮感啊 我們去美國也是啊 他也說去過了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地方我來過 我來過 這個 然後我就說我想要吃那一家餐廳 他說 這個我吃過 我吃過了 不好吃 對 然後我就覺得你是跟我來 可是你來過三次 我是第一次啊 對 所以男人要適度的裝傻 就結婚前的所有的回憶 你盡量把他忘記 我老公也是耶 對 我跟他說我要去哪裡玩 連香港我都還沒有跟他去過 然後我又說我要去香港 他說 香港有什麼好玩 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跟台北市一樣啊 因為他以前出外景的時候 就常去 你都好掃心喔 跟玉琳 你這虎爛王 哪裡跟台北市一樣 台北市一樣 台北市一樣 我來聊一下 我們國光什麼單元 你們不准讓老公上 就是跟女生摸來摸去 對 我拿來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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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動手啊 對 人家是在表 表現他的武藝 可是他有背部 再看一次 來 開始 我拿來摸去 我拿來摸去 你怎麼都不讀啊 你怎麼都不讀啊 有沒有 我們要摸來摸去 被動的承受 他要愛爽啊 哪有摸來摸去 沒有摸來摸去 八年多了 我們不做那種單元的 人家也很辛苦 人家跳舞這樣很辛苦 對啊 OK 謝謝各位參加廣播 謝謝 謝謝